主持人的身份 很多人其實目前不支持他 但希望他能夠好好表現 這才是真的 關於臨權內禁的整體執政表現 一樣跟過去 不滿意58.1%又上升了不少 比上的月來講又上升了不少 滿意了34% 大家看到这个七世图就一目了然 这个七世图就一目了然 五月是这个时候 58.1不满 三次满意 所以就过去四个月来讲 它又到达了 不满意又到达了一个新的高点 五成八 我再补充一点 我们今天所说的 所探讨的是蔡英文总统的 我讲说十大施政作为 其中包括的人事的重要安排跟政策 人事重要安排就是 林权内阁所代表的 这就是他亲自挑选的内阁 他的表现 一年后台湾人民的评价是这样 这是人事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的民意反应 呈现出来一个严重的警讯 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 从来没有像现在 在两岸关系的处理方面 受到台湾人民这么多的质疑 那么这个图已经很明显的呈现出来 不满意他的两岸关系方面表现的是 百分之五十六点一 满意的是百分之三十八点一 而且强烈不满意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二 那么各位只要一看这个长期的七次图就一目了然 那么我们只是单纯呈现台湾真实的民意 那么他呈现的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针对两岸关系跟各位做报告了 因为我们有太多其他的内容要报告 但我们每次每夜都有做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图 是从去年的八月 然后到今年五月 我们有连续六次都做了有关蔡英文总统 在两岸关系方面人民对他的评价 那么目前来讲 对他不满是达到一个最高点 是五成六的人不满 三成八的人还继续肯定他的作为 我想我相信 活荡还有古考的机会 所以这个透露出来台湾人的武艺善良 成为人后这样的一种民族性 他们打出五十二分是说 他们要给蔡英文总统 second chance 补好的机会 重新好好表现的机会 我觉得这样的理解应该是比较 切合这个意思的 好 满不满意民进党的 重返执政的表现 民进党重返执政的第一年 台湾社会打出的成绩是多少 不满意的 百分之六十二 满意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二 超过六成 六成二 不满意民进党完全执政的表现 这个应该是史料所未及的 那么满意的是百分之三十四点二 那么这个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 意想不到的一个数字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等一下我们再来请专家解读 图表所呈现的 那么非常赞同它 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的 包括重要的人事安排和政策 非常赞同的百分之六点六 还算赞同百分之三十二点八 那么没意见三点六 不太赞同三十一点四 一点也不赞同二十点四 所以整体来讲各位看到 赞同的是不到四成 百分之三十九点四 不赞同的百分之五十一点八 那么超过半数 从长期的趋势来看 这个我对我们来讲 是了解蔡英武总统的 这一个声望的变迁 是非常有帮助的一张图 那我真的是觉得说 民意跟民调是不一样的 民调归民调 民意归民意 谁会为民调做事呢 就是民调公司的人 为民调做事 我总统真的是应该 要为民调做事 要为民调做事 好 很快的我来为大家